大家好,我们继续上课啊 我们接着往后做这个题 我说说这第七题 这第七题呢 不是我忘了改这道题了 是我故意没有改 没有改什么呢 没有改他在老准则下的这些名字 一个是construction contract 一个是这个 他问的是amount due from customer 我说说啊 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前面讲课的时候啊 我总在说 说我是同学们 那个以前的那个旧的那个题目 建造合同的题目 大家仍然可以拿过来做 你呢只需要在脑海中 把它把我们新的那个名词替换进来了 那旧的题一样可以叫做不误 我总这么说 大家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拿这道题验证一下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 我们老的那个建造合同 那个准则下 就在RF15之前的 那个建造合同 那个准则下的这么一道题 你看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 那个什么十七旅约 是一模一样的题啊 来咱读一读 他说Y这个公司呢 entered into a construction contract 行了 你呢就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把它替换成 Y这个公司现在有一个 performance obligation satisfied over time 的这么一个合同 行吧 然后在什么时候呢 在14年的1月1号 14年1月1号 14年1月1号签了这个合同 你呀这样 你读这题 你给我画这时间轴 你先看一眼期末 期末是14年的9月30号 是14年的9月30号 所以他签合同的这个时间点 大概齐吧 就是在这位置的 这14年的1月1号 并不是期初 并不是期初 他这个整个合同 在我们整个会计年度的 周末间 对吧 好了 他说 which is expected to last 什么24个月 那这个是一个 长期的一个合同 然后他说 a great price for the contract 一共是5个美元 那这5个美元呢 是我们合同的总的造价 这个数有了 然后在14年9月30号的时候 期末的时候 cost incurred on the contract 一共呢是1.6个美元 就是从合同开始 截止到今天期末 我一共发生的成本 是1.6个1.6个美元 然后他又说 估计estimated remaining costs to complete 是2.4 那就是说 已发生的 加上我预计还要花的 是不是就这个合同的总成本 你现在脑子里面 你看到这 反正我觉得我下意识的 我就看看 他这是不是一个 盈利的合同 还是个亏损合同 盈利吗 盈利啊 1.6加上2.4 跟这个5去比 那我是赚的 那就正常核算 正常核算 然后呢 到了14年9月32号时候 外界公司收到了一个 payment from customer 一共是1.8个美元 而且他说 我收的这1.8个美元呢 实际上 equal to full amount of the progress billing 就是 我们就 从可动开始 截止到期末 我们双方协议一致 开票金额 同时也是 我收到的这个 这个这个钱的这个金额 这两个数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那个 progress billing 或者叫invice 或者叫amount invice的那个数 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的讲题 是这书有了 然后Y这个公司呢 计算stage of completion 计算完工百分比 是以什么为 依据去计算呢 是以basis on progress billing to the contract price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那个output mindset 对吧 用我们bill的这个金额 然后当分子 除于什么 除于合同的总造价 算完工百分比 然后最后问什么呢 他问的是说 what amount would be reported in Y这个公司的 资产负债表上的 一个金额 什么金额呢 amount due from customer 什么叫due from 大家想 我们due from 有时其实跟应收 这个单词 是可以换等号的 但是在这里头 既然他都告诉你了 是due from 也就是说 我们要算的是什么 是contract asset 也就是替换成 替换成我们现在的 这个准则里面 这些名词嘛 他就是 就换了个马甲 明白吗 就像我路克一样 我就是穿黑的 明明是穿白的 我还是我 就还是这个 算这个contract asset 以前叫due from contract liability 以前叫due to 好吧 大家先看看啊 我现在核算的呀 就是 就是从这儿 核动开始到这儿结束 但是算谁呢 大家注意啊 我不算前三步 不算前三步 我们叫最后一步 算出来这个十点数 这题是这一次吧 一个小的题目啊 行 那咱这样 你现在拿出纸来 你自己给我写一写 就是我们那个第四步啊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就刚才之前给大家讲的 那个什么 我打算坑这人多少钱 是吧 我已经投入多少钱了 啊 加起来是我打算 一共从你那收多少钱 完了呢 我已经收多少钱了 或者我们这里叫 已经坐英收多少钱了 或者已经收多少钱了 然后剪掉之后 就是我还应该 从你那收多少钱 是这个 是这个过程吧 所以写一下啊 是不是就这个 啊 叫cost incur today 我今天已经在你身上 花多少钱了 截止到今天 我打算从你身上 赚多少钱 叫profit recognize today 然后呢 你看这俩数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现在都不知道 这俩数的和 比如说是个x x和这1.8比 x大于1.8 就是contract asset 就是do from 对吧 那如果x小于1.8呢 那就是contract liability 那我们知道是contract asset 那问题这俩数不知道 是吧 不知道同学们 他这要题啊 就是你看 虽然是一个两分的小题啊 但是就比较麻烦 你这两个数不知道 大家想 那你要干嘛啊 实际上你要重做前三步 他虽然没有问前三步的数字 但是实际上你要 第一步跟第二步可以省 但是脑子里边要有 我们要从第三步给他算起 就是我要算的第三步 我说我截止到现在 已经发生多少成本了 以及应该确认多少利润 这个要算 然后我们看 这里边这两个数 其实这两个数里边 有一个数是已知的 谁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就写了吗 the cost incurred on the contract 一共是1.6个美元啊 从合同开始截止到现在 这个数是有的 这数是有的 现在关键就是他 这数呢 就是 其实不能省 让我们看一下 这数怎么算 这数呢 你看这 我这写的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第三步啊 那只不过前两步省了 前两步省了 你也要有 是吧 首先我现在知道 它是一个盈利的合同 那我就正常用总的收入 乘以完工百分比 利润用总的利润 乘以完工百分比 然后倒计成本 是这样吗 然后我们看啊 这个sales sales呢 是合同的总造价 sales是合同的总造价 5个million 然后5 这个1.8吹5 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个 是这个 你看啊 他说 他不告诉你了吗 算完工百分比的方法吗 是吧 那就用这个 progress billing的这个金额 然后除以他合同的总造价呗 这不就是那完工百分比吗 是吧 我只不过第二步省了 明白吧 啊 所以你看 这是 合同的这个总的收入 是吧 然后呢 利润 确认的利润呢 那就是啊 那就是 50合同的总的 总的造价 5个million 然后减去1.6 减去2.4 减1.6 减2.4 实际上就是减去1.6 加2.2.4 对吗 减去1.6 加2.4 这是总的造价 这是总的成本 所以算起来 这应该是 这数应该是在哪 算 应该是在第一步 算的那个总的利润 是吧 估的那个总的利润 然后这个 这个乘1.8 除以5 这是完工百分比 这个数就算出来了 但是我给大家写了个全的啊 如果这 其实这个数没有用啊 这数没有用 这个是损益 当期损益表 全责发生质概念下 当期损益表里头的成本啊 当期损益表里的成本 明白吗 这个万一呢 比如说赵提 要是万一问这数呢 万一问这数呢 其实算这数就有了 这个数有了就有了啊 0.36有了 0.36有了 拿过来 所以你看 我已经在你身上 实际花了这么多钱了 然后呢 我打算从你身上挣这么多钱 所以呢 一共我打算从你这 收来1.96 1.96跟1.8 嘎叉是0.16 所以这题选谁啊 选B吧 选B吧 correct answer 正确答案是这个 明白吧 好 这题 来我们看第几题 第八题 第八题 它说 recognition is the process of including with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item which made the definition of an element according to IASB的概念性框架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这句话 这句话是一个 这个很很很 就感觉站得很高 但是实际上很空泛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这句话 它那意思就是说 你确认 确认要符合确认条件 才能确认 废话啊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tem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an asset 资产 而且是recognized 确认为一个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上 就根据我整个确认的条件啊 下面哪个能确认在资产负债表上 你这样先给我背一遍 这个资产确认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没有谈论一个特定资产 我们谈论的是 在概念性框架的 这个大的体系下 我们笼统来看 资产确认的条件是什么 什么呀 一个是要满足定义 对吗 一个是经济力 很可能流入 对吗 一个是MR 可以可靠计量 对吗 一个一个看啊 第一个 哪个能确认为资产 第一个 skilled and efficient workforce 就是 这叫什么 一个这个非常有技能的 非常有效的这么一个人工 企业里面这么一个人工啊 他可能这个技术工人啊 技术性都很强 非常有效率 which has been very expensive to train 就是我要培训这些工人 对我来讲要花费 很大的这个成本跟代价 some of this stuff are still in employment of the company 我们这个东西啊 在讲 在讲 第16号准则 PPE的初始计量 里边的初始性之初 那几个点 几个点 让大家给大家一个一个过的时候 我说过一句话 我说 你看到training这个词 就一定不能资本化 记不记得 就是考这个点 就是考这个点 这个不能资本化 当时我说过原因啊 我们认为准 编制准则的人认为说 尤其是人嘛 就是人啊 所以我们对人是没有control的 实际上我们其实还可以理解为 另一个原因就是人力资本这个东西 是没有办法被可靠计量的 是没有办法被可靠计量的 好吧 这个不对啊 来第二个 他说 a highly lucrative contract signed 就是一个盈利效益非常好的这么一个contract 我签了这么一个合同 during the year 今年签的 which is due to commencement shortly after the year end 合同签了 合同还没执行呢 合同签了 合同还没执行呢 但是这个合同呢 这个盈利状况我预期是非常好的 这跟资产有什么关系啊 你执行这个合同的时候 那这是这是跟收入的确认有关系啊 是吧 你你至于是十点履约 我慢十点履约确认收入 你是十七履约 我慢十七履约确认收入 那你他他说的意思可能是要把什么利润 提前确认为一个资产 这个太开玩笑了 这这不可以啊 你就执行合同的时候 按照我们收入准则 该确认多少收入 确认多少收入就可以了 跟资产没有关系啊 来再看C C呢是一个government grounds relating to purchase of an item of plant several years ago 这是一个和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 这样 你看到这你先告诉我 和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 你那分路怎么做 我收钱了是吧 我借记现金啊 你代记什么 我们说两种方法 平行可选 一个呢是代记PPE 充减固定资产 初始确认的金额 一个呢是确认一个deferred income deferred income是什么性质科目 是个负债类科目 然后deferred income呢 随着这个资产 未来的使用年限的这个折旧 他啊 比如你折旧五年 他就随着啊 除以五每年实现金损 每年实现金损 是这样吧 所以 那就不用看了 你说 这个东西是确认资产 什么叫确认资产 同志们 确认资产是借记一个资产 叫确认资产 对吗 你哪怕你不看这个的话 你也知道这是确认了一笔负债 是吧 明白吧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然后d 他说 有一个receivable from customer which has been sold 你要看到这个的话 好像好像也不对 因为是说 我把应收账款这个资产啊 给卖了 给卖了 但是你一看到这儿 把应收卖了 你脑子里面 马上反应过来 他在考那个知识点 考保理业务 factory 考保理业务 你看他叫factor的 保理出去了 to a finance company 保理给一个金融公司了 the finance company has full resource to the company for any loss 这个叫 人家保理公司说了 说你卖给我是吧 我有任何的坏账风险 这个说不回来了呢 就是啊 然后收回来的慢 你的这些风险 那你都要担着 我找你追索 明白吗 full resource 所以我问你 你的应收卖出去了吗 你的应收没有卖出去 所以应收还是你账面上的资产 这要提选D 明白吧 应收还是你账面上的资产 这要提选D 你看我们这个 大家看啊 就是这种 这种选择体啊 现在这种选择体 其实它真的是cover的面 就真的是特别的广 你自己数一数 它这一个里面 它讲了几个准则嘛 你看看 这个IS16 这收入啊 IFRS15 这个 这什么 这IS20啊 政府补贴 这什么 我们在那个金融工具那张 讲的保理业务 哎呦天呐 一个选项 一个准则 一个选项 一个准则 它全cover到了 好吗 所以大家学习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我投机心里 你不能说这张 哎 我觉得 这不考不考 干脆不学了 你可能整个要题都不会了 来 第九道题 它说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for PPE of这个公司 在本期期末 同学们 这要题啊 你如果是从F3考上来的话 你会对这种题特别熟 就是 表面上看 你感觉它 老师 我知道 这要题在考PPE 你往下看 这要题不是在考PPE 它是在考现金流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典型的 现金流 跟固定资产相结合的题 我们啊 之前讲现金流的时候 我总说 我说同学们 你看 现金流线的考核啊 就极其弱化了 有的时候 这张卷子里头呢 就一分关于现金流的题目 都没有 但是你发现这道题 这道题 我估计很多同学啊 这两分吧 这两分可能得不着 就是你如果复习的时候 因为真的是 有不止一次了 有同学跟我说 老师 你竟然都说了 那个通过各种各种途径 跟我说啊 说老师 你竟然都说了 那个现金流 现在不重点考核了 你说我能不能不看 现金流了 那反正你这两分 就彻底没了 你就算看了这两分 你都不见得能完全 因为它考 就考得比较难 这道题考得 比较那什么 我们多多这道题啊 来 那个有点信心啊 他说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for PPE 在本期期末 13年14年 你看他给的是什么啊 给的是就是那个 carrying amount 账面 就是我们叫净值 净值 原值减累 这个净值啊 然后呢 the following item were recorded during the year 我给了你下面这些数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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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 我们看看他问什么啊 问 what amount would be shown in IF这个公司的 现金流量表 for purchase of PPE for the year ended 14年的9月30号 他呀 他问的特别的小的一个数 就是问的特别细的一个数 他没有问 其实呢 这个现金流应该是编在那个投资行为里的啊 他应该问应该问那个investing activity 他是编在投资行为里的 但是呢 他也没有问我整个投资行为的那个净现金流 他其实就是问你 说你告诉我 我今年买这个固定资产 一共花了多少钱 一共我买固定资产一共花多少钱 这其实就是你IA里的一笔现金流出 对吗 就是IA里的一笔现金流出 就问这数 好 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讲现金流的时候 就关于这个 就我买固定资产花了多少钱 我之前说过 这是我们考现金流量表的时候 特别爱让你考 特别爱让你算的这么一个数字 因为这个数比较难 特别容易出错 我当时说过一个原则叫 有原值用原值 没有原值用净值 那这道题有原值吗 七书七末原值给了吗 没给 没给只能用账面净值 然后当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format 是吧 我说净值的话 七初七末 然后中间一共四个变动 你就给我放上来 然后一个一个找数 我是这么说的吧 你看啊 行吧 就还是我之前讲的 七初的账面净值 七末的账面净值 摆上来 然后提了多少折旧 储质量的资产的账面净值是多少 从估价增值了多少 你发现我在这换了一个词没有 我以前用的那个词就叫 New Acquisition 或者叫New Addition 我以前用的是这个词对吧 我现在没用 我换了一个词叫 今年新资本化进来的 今年新资本化进来的 我为什么换了一个词呢 就是因为这个题在这个数 本来呢 我把它balancing出来 我把它balancing出来 这题就解决了 我们之前是这么做的吧 我把这个数找出来 那就是我买固定资产的现金流出 但是你会发现说 你把它balancing出来 没问题 但是这个数里头 不完全是现金流 不完全是现金流 我们先坐着看 你坐着看 我其他这几个数都没有问题 我们直接往里套数啊 先说七出 七出是14400 七末是23400 我们往上上数啊 14400 23400 现在我想解决的 就是说我这个 将面净值 到底是如何 从七出变化到七末的 开始找中间的变动 开始读这些东西 折旧 折旧2500 折旧2500 点掉 对吧 大家找 大家找 下面他说 我有一个item with carrying amount of 3个million was sold for 1.8个million 等会儿啊 我告诉大家 这数在这忽悠你的 他卖了1.8个million 其实这数跟这题没关系 这个数跟这道题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先留在这 这个数实际上很有可能 跟这题有关系 一会儿我把这个题的问题 给你变一下 就有关系了 我们先不管他 那相当于是说 我把一个账面净值 是三个million的固定资产 卖了 是不是就账面净值 减三个million 没错吧 我做对吧 再来啊 第三个 他说 a property was revalued after 穷估价增值 两个million 加上来对吧 好嘞 然后咱看一看啊 你这个N计算器 从14400 减了2500 减了个3000 加个2000 你发现它不等于23400 然后嘎叉得出来 这个数就是我今年 新增资本化 进来的金额 对吧 这数是多少呢 这数是12500 这数是12500 但是你等会啊 刚才那个 我们那个提干理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条件 没看呢 是吧 我们看一眼啊 那个 我有一个 environmental provision 这是一个什么 环境清理 记题的这个预计负债 多少钱呢 四个million relating to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were capitalized during the year 哎 这什么玩意儿 他说我今年啊 做了这么一笔分路 我今年曾经做过 这么一笔分路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IS16里边的 初始计量的 初始型之书当中 说我未来的 dismontaling removering restoring the site 这个东西 environmental 这个东西 可以干嘛 安逸定的折现率 折现到今天资本化 他讲的就是这个 就我我这个未来的 这个环境清理啊 清理费用 四个million 折现到今天我资本化了 你看一下 是不是说你资本化了 这个四个million 也会导致你固定资产的 账面金额的增加 没错吧 你看也是阶级PP啊 但是来 你看他 你看他对方科目 花钱了没有 你有现金流出没有 就你这个资产的增加 是现金流出导致的吗 啊 并不是 所以你要在你刚才那 这个里头 这个数得出来了 对吗 你在这个数里头 要把那四个million 给我减掉 好吧 减掉之后 减掉之后 答案就出来了 答案就这个 就是我今年这个 这个花钱买的 这个固定资产是 12.5个million 减4个million 所以答案是谁啊 答案是谁啊 答案是A 答案是A 8.5个million 对吧 没问题吧 刚才我说的那个数 我说说 这要题换个问法 换个问法 如果我这么问你 我说 你给我计算一下 F这个公司 14年9月30号 现金流量表里边的 我给你写啊 我算这数 这也是有些我们F3里边 好多问题就都问这数 他不会光问其中的一个 他问就问总数 就是我投资行为产生的净现金流 是多少 那你知道干嘛 你知道你看啊 这这数你叫分成两个 对吧 一个就是买固定资产 花了多少钱啊 这是一个现金流出 8.5个million 这是现金流出 算出来了 然后呢 卖固定资产 卖固定资产 收到多少钱啊 收到1.8个million 收到1.8个million 所以这俩给我加起来 求和净现金流出 两个数 多少 多少 6.7 没算错 9.7个million 净现金流出 明白吧 所以大家就是 你啊 就是自己做这个题的时候 你应该学会 就是自己会给自己 把这题目引申一下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你就想想 他投资行为 净现金流嘛 他就有个现金流入嘛 对吧 好 第十题 他说 many commentators believe that trend of earning per share is a more reliable indicator of underlying performance than the trend of net profit 这个是 这没问题 这是那个 提干盖帽的一句话 大家都觉得说 EPS比收 比利润的这个绝对值 这个趋势的分析 要更有用 因为EPS是个相对概念 他说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uppose this will 就是 哪个就支持这个观点 来我们读一读 其实他就让你选 哪个是对的 明白吗 第一个 他说 我的净利润 我的净利润 利润这数字 can be manipulated by the choice of accounting policies 就是我的利润 可以通过 会计政策的选择 进行人为操控 是 没问题 对 没问题 他说 but EPS cannot be manipulated in this way EPS就不能通过 这种方式 进行人为操控 你这么说的话 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吗 大家想一想 你那EPS 是怎么算的 EPS是 它那个分子 不就当期的净利润吗 是吧 分母就是那个 好长好长的名字 这个说 你既然净利润 被人为操控了 那你算EPS的时候 那个分子 是不是就被人为操控了 也就是说 你的EPS 是不是就被人为操控了 对 然后第二个 EPS takes into account the additional resource made available to earn profit when new shares are issued for cash whereas net profit does not 这要题啊 这要题答案就是B 这B的说法是对的 它就是一个相对概念 就是我算EPS的时候呢 考虑到说 我今年新增的这个股票了 而且它这个权重算得非常细致 它算了一个时间的权重 算了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股票的 每一股的价值的权重 它两个权重都考虑到了 是吧 就相对于利润而言呢 它考虑到这个股本结构的变更 这个是对的 没问题啊 C啊 第三个 它说 disclosure of the diluted EPS 就是稀释后美股收益的这个计算披露啊 这个figure的计算跟披露 is a forecast of future trend of profit 同学们我问你 你那个EPS 就稀释后的稀释后美股收益 你是怎么算的 你还是ZB的 你怎么算 我们讲过两个对不对 一个是什么 可转债 可转债那个呢 我们是给它呃 相当于在那个利润上面给它调增一个净节省的利息进来啊 然后算一个稀释后的美股收益 就是我们算就未来啊 这些人如果选择债转股了之后啊 可能我的美股收益会被稀释到什么程度 是吧 然后我那个option怎么算呢 option option我们算的那个分子根本就没有变 就它那个利润 我们用的就是当年的利润 是不是 然后分母呢 我们只不是把那个free shares给它加上来 是不是这么算的 你想一想 你算这个当年的稀释后的美股收益的时候 你focus未来利润了吗 你根本就没有 当时我们当时 我们用的就是当期的那个利润 我们用其实就是当期的利润 当时我讲这个时候呢 我给大家圈起来过一个词 我特别提示大家 就这个稀释后的美股收益的计算 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扯的一个计算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跟他较真 你说是未来稀释后的美股收益 可是其实它那个利润 基本上就是基于当期的利润水平来计算的 明白吧 所以当时我给大家画一个词 就是我们只是indicate给这个user 或者叫warning给 就是警示给这个财报的使用者 所以你看 未来我的美股收益 可能会稀释到某一种程度 这个数其实也很不靠谱 因为你想未来我的利润会变 但是我算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它 这个不对 它不是focus的未来的利润没有 最后一个 The comparative EPS is restated where a change in accounting policy affects the previous year's profit 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重述 或者叫重新计算 我重述那个对比期间的 就是去年的那个EPS 我们restated去年的EPS 这是准则规定的 就是它是为了保证你那个 因为你今年这个股本 股本结构的变更导致你这个分母 这个分母 number of shares 跟去年不可比 所以呢 它是为了保证可比性 它是为了保证可比性 然后让你 让你重述 重算一个去年的EPS 跟你会计政策今年变不变更 半毛钱关系没有 这个是必须要重述的 必须要重算的 好吧 我特地选了这么一道题 因为实在是太少了这种题 我们很少考这种 非盈利组织的这种题目 咱做一道 咱看一看 它说 下面哪个关于 非盈利组织的这个说法 是正确的 第一个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to calculate the earning per share figure as it is not likely to have shareholders who need to assess the earnings performance 就还有什么意思呢 它说 你如果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呢 我们不用去计算 每股收益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非盈利组织 它说不大有可能 会有什么股东 所以呢 这些人他也不用 没有这个需求 没有这个需求去评估 他的这个什么 earning performance earning performance 就盈利状况 盈利状况 这题就选A 这题就选A 是吧 还是对的 他的意思 其实就是 主要就在这后半句话 他的主要的意思 就是说 你既然是个非盈利组织 所以我们 我们不会去考核 你的这个盈利状况 什么给股东 美股的回报是多少 那你说 比如我的医院 我这医院 我要是 比如说 假设他有几个股东 我们如果考虑这个医院 给股东的这个 所谓的回报 咱只是假设他有股东 给股东这个回报 那你说 这医院还是非盈利组织吗 他就不是非盈利组织了 他不就自相矛盾了吗 是这意思吧 就是 总而言之 大家记住一句话 这个非盈利组织 你就记住 不能考核 它的盈利能力 因为它不是以此为目的的 好吗 然后第二个 他说 Current value of its PPE is not relevant 这就太绝对了 It's not relevant as it is not a commercial entity 因为它是一个 非商业性的组织 所以他觉得说 你这个PPE的 所谓的current value 公寓价值 毫不相关 It's not relevant 也不是吧 也不绝对吧 你比如说 我是我这个公立性的医院 那我这个 我这医院这块 比如我盖的这个房子 涨价了 我的这个什么 DP涨价了 那也不是毫不相关 他说 It's not relevant 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没有那么绝对 而且这个 也跟盈利能力没关系 这不是我盈利 不是我主观上想要盈利 就我这房子地涨价 你说怎么办 是吧 这个第三个 他说 Interpretation of its financial performance using racial analysis is meaningless 他说 他的这个 他的表现 他的表现的 这个interpretation 使用什么呢 使用racial analysis 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事情 这个说法也不对 我给大家解释解释 什么叫racial analysis 是我们讲了半天 前面讲报表分析 我说你看 我讲的是racial analysis 然后我讲了好多 什么margin 什么ROCE 什么current ratio quick ratio 这些确实叫racial analysis 这些叫racial analysis 但是你说racial analysis 就是这些吗 当然不是 你比如说 还说医院的那个例子 大家不要好理解 我记得 我没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是F2 还是F5 应该讲过这东西 就是你比如说是个医院 我怎么考核这医院 我们也有racial 你比如说治愈率 什么什么疾病的 这个治愈率 出院率 比如说床位的占用率 这些是不是来考虑 他是否充分有效的 利用了这个社会拨款也好 还是他什么 政府拨款也好 给他的这些资源 是不是在考核这件事情 当然可以 所以racial analysis 大家不要狭义的理解 这是我之前上课讲的那些 当然不是 很多的racial 这不对 这个也是一杆子给人打死了 然后最后一个 他说 It's a financial statement will not be closely scrutinized as it does not have any investors 不是啊 大家想想 其实就是那些 比如说什么慈善机构 慈善机构呢 主要社会捐款 比如说社会捐款 可能国家也会给拨付一部分 那你想想 我们这个也听说过 真的不少这种实例了 就是社会公众 要不要对他有监督 这个scrutinized 就是 监督 检查的意思 要不要对他有监督 你要呀 你也不能滥用大家提供给你的这些资源呀 是这意思吗 所以这个不对啊 这个不对 这个investor 大家也要做广义理解 不是investor 不单单是指债权人跟股东 懂吗 其实我们 简单来说吧 我们这些正常工作 我们交这个所得税的人 我们也关心说 你看我交的这些 我交的这些个人所得税 那个政府有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呀 对吧 你看我也要关心 明白吧 你要去选A 好 12题啊 12题他说 comparability 可比性原则 is identified as enhancing collect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ISB's 概念性框架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然后问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oes not 看好了啊 does not improve comparability 哪个 不是用来提高可比性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样啊 你看到这种东西啊 你一定要先在脑海里边 给我反映一下可比性的定义 什么叫可比性 很简单说说啊 咱不用原文背诵啊 可比性就是说 我们要求啊 这个企业的这个会计政策啊 不要总变来变去 大概就是这意思 对吧 然后我们怎么具体讲的呢 是说呃在同一个对同一个企业来讲 你本期跟上一期的会计政策啊 包括会计会计估计那些方法 不要总变来变去 就这意思吧 然后呢 不同企业之间啊 当然是类似的企业之间 我们应该也是对同一个东西 对同一个东西 使用同一种会计政策 是吧啊 自己企业呢 今年跟去年对同一个东西 使用同一种会计政策 这叫可比性原则 是吧 想着点这个啊 让你再看 哪个不是啊 第一个 啊 他说 restating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the previous year when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of accounting policy 会计政策的变更 你先告诉我 根据第八号准则 要不要做追溯调整 要做追溯调整 我们做追溯调整的目的 大家想想是什么 我就要想调成说 我就假设好像我这个会计政策 在N年前就已经开始适用了一样 那如果这个会计政策 从N年前就开始适用了 那么到今天我这个财报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同时推提供对比期间的那个数据 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就是为了加强我的可比性啊 你否则我追溯调什么调 对吧 就是我restate 我就重述嘛 就追溯调整嘛 我追溯调整之前会计年度的这个财报 当我发生会计政策的变更的时候 就是为了纯纯纯粹 就是为了加强我的可比性 好吧 第二个啊 这对啊 这对的不选啊 他说not嘛 第二个 他说禁止什么呢 禁止changes of accounting policy unless required by IFRS 一个呢是准则允许 另外一个呢 或者你能够提供一个更加相关可靠的财务信息 就是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吧 S8 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 我们才允许你做会计政策的变更 大家想 为什么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 才允许你做会计政策的变更啊 你要是没有这两条的话 是不是这企业就我今儿拍脑门这么做 明儿拍脑门那么做 你说你这两期的财报还可比吗 反过来讲我们这么规定 是不是就是为了加强可比性 好吧 这也不选啊 这对了不选啊 第三个 C啊 他说disclosing discontinued operation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诶 这我讲课时我特地讲过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IFRS5啊 你看他 这真的是一道题考好几个准则 这个IFRS5 持有待受固定资产及中指经营分布 这个这个准则 他为什么要求你单独披露那个 持有待受固定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上 单独披露中指经营分布 今年一段期间的那个净利润净损需 在损益表上 他为什么这样 就是为了加强可比性 明白吗 他就是想告诉你说啊 说你看啊 我这个 你比如说我这个中指经营分布啊 我在这个损益表上啊 这个净利润或者净损需 单独披露出来了 大家想 我把这个数给他单独披露出来之后 等我到下一个会计期间的时候 你那个损益表上是不是就没有你这个中指经营分布的 这个任何的这个损损益的这种东西在里头 收入成本费用 是不是都没有了 你这个两期的财报 那是不是就比较容易拿来比较 为什么呀 我只要把今年的 因为我是单独劣势的 是吧 我只要把今年的中指经营分布这个 我做分析的时候把他给剃掉 把他给剃掉 那剩下的数据就完全可比的了 是这意思吧 这个 这个之前讲过啊 好 然后再看D啊 D他说的是 Applying entities current accounting policy 就是 使用我现在正在用的这种会计政策 给谁用呢 给这个transaction 这句话特别重要 这个transaction has not engaged in before 就是 我今年发生的这件事情 是一个新的交易 是一个全新的交易 我以前没有发生过 然后呢 我把我现在正在用的这个会计政策 就用在他身上了 大家想想 这个东西 咱回忆一边 刚才我一上来就讲了 是什么叫可比性 什么叫可比性 可比性就是 对我这一个企业来讲 同一个东西 咱别会计政策什么的 总变来变去 对吧 同一个item 我们尽量使用同样的会计政策 对吧 不同的企业之间 同样的东西 我们尽量使用相同的会计政策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同样的item 这是same item吗 根本就不是 这是我当期新发生的 就是全新的一个交易事项 所以这个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可比性的问题 懂不懂 啊 懂不懂 就好像你这么想吧 就是我以前我这个公司啊 没有租赁的房子 我我就是 比如房子设备什么的 我都自己买 啊好 现在呢 我我比如说 我开始租赁一部分设备进来 那你现在这个 这个交易以前没发生过 现在发生了 比如租赁设备 那我就按新的租赁准则去走嘛 对吧 这个 跟可比性有什么关系啊 是吧 这照题 你照题选D 好吧 他其实这个就是 他并没有什么加强可比性啊 并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作用 好吧 下一题第十三题啊 他说 忠实承报原则 Faceful representation 是一个基本的质量性特征 根据我们这个 这个概念性框架 他说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ccounting treatments correctly apply the principle of a faithful representation 哪个呢 就是在正确地使用 我们这个忠实承报原则 哪个是正确的啊 哪个是正确的 看A啊 他说 Reporting a transaction based on its legal status Rather than the economic subsidence 这个 简直犯了我们会计的大忌讳了 是吧 我们 当时我们讲课是讲过 说我们这个忠实承报原则里边 包含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我们会计处理 要按照经济实质 做会计处理 而不是法律形式 他这句话正好说反了 不对啊 B 他说 Excluding a subsidiary from consolidation because its activiti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ose of the rest of the group 就是因为这个子公司啊 你看他说 你这子公司啊 跟我们这个group里头 其他的这些啊 这个这个爸爸孙子 爸爸儿子孙子 跟我们这些其他的这些家庭成员都不一样啊 我们都是生产制造型企业啊 你是个期货公司 所以呢 我打算不合并你了 你说他做的对吗 根本就不对 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合并报表的那个准则的时候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只有在loss control的情况下 才能exclude consolidation 才能把它从合并这个这个框架里边给它踢出去 否则的话你都要合并进来 这个根本就不对啊 第三个他说 Recording the whole of the net process from the issue of a loan note which is potentially convertible to equity share as debt 也就是负债 这次做错了 你那个 这不可转债吗 可转债怎么能都按负债做呢 我们要按照分割会计法 Split accounting 把它分成债的部分跟权益的部分 对吧 也不对啊 具体去选D啊 最后一个就对啊 他说 Allocating part 这个刚才我讲过了啊 Allocating part of the sales process of a motor vehicle 其实无所谓 你卖什么都行 whatever 卖什么都行啊 就反正卖了这么一个东西 收到的这个sales process to interest received even though it was sold with 零利息 我们解释解释 叫interest free 就免息的 就是刚才我们讲前面一道题的时候 给大家说的那个什么 我卖一个东西 说那个什么咱老客户 是吧 两年以后还记得一下题吗 说两年以后 你再给我这个钱 就相当于就是说 这么讲吧 同学们 比如说 比如说你 你去买车啊 他这不想的是motor vehicle吗 比如说我们去买车 买车的时候 假设说啊 虽然不太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你买车的时候 你问这人你说那个我能不能两年以后把这车款给你 人看了他 你说行啊 可以啊 人说你给多少钱 人说 那你这个给我五十万吧 大家想一想 他找你要那五十万里头实际上包含什么了 实际上他不但 他不绝不仅仅是那个车的价款 他还包含的相当于说 他如果把这个一笔钱借给你两年以后 连本代息 你一共应该还他多少钱 他这个他这个sales里边一定包含利息的成分 就是对卖方来讲 他不但有卖这个东西的本身的销售收入 他还有利息收入 懂不懂 你比如说 比如说啊 我跟你定一个合同啊 我说这个两年以后 两年以后你给多少给多少1.21个million 比如说 1.21个million 然后这公司 比如说他的cost of capital 百分之十 他为什么给你定这个价 你知道吗 你比如你这么着 你问他 如果我现在给你签交 我要多少钱 他一定跟你这么说 你现在给钱是吧 你现在给钱给我一个million就行 你现在给钱给我一个million 你知道他这一个million 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他这一个million就是 两年以后的1.21个million 按照10%折现 折现到今天就是一个million 明白吗 就是我在t0的时候 就做这分路啊 1.21个million 两年以后你给我这么多 但是我今天要以限制入账 确认收入 明白吧 就是1月1号这天 那一年以后呢 一年以后 前面讲过啊 一年以后呢 我这应收账款再增加 一个million乘以10% 增加0.1 然后呢 代际interest income 0.1 就应该是这么做 明白吧 所以你再看一眼他这句话 他说allocating allocating 分摊一下 part of the sales process part of the sales process of什么moto vehicle to interest received 他你看用我们这个提问力 他相当于把那个0.21 这0.21实际上就是未来你逐年要确认的那个利息收入 明白吧 作为利息收入确认 even though 说起来啊 什么0%的利息 大家记住 在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0%的利息 他说免息 实际上他在那个价款里头一定把那个利息的因素给你打进去了 他只不过没有 没有在合同里面明确讲那个是利息 但是我们会计核算上要根据这个交易的实质 也就是体现了忠实承报原则 体现了忠实承报原则 好吧 这么做是对的 所以调题选D 好吧 好了啊 再看一道题啊 14题 他说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relating to intangible assets is true 下面 关于无形资产的说法 哪个是哪个是对的 第一个 他说我所有的无形资产 must be carried 必须 同学们 我告诉你 你看到这种词啊 你就 心里头就要亮起警灯啊 就警钟开始长明 一般来讲 什么must怎么怎么样 什么all怎么怎么样 这种基本上都是不对的 而无形资产必须被 carried at amortized costs 必须以这个 就原值减去累计摊销之后的那个金额 列势 or at an impaired amount 或者减值后的那个金额 主要方面不对 they cannot be revalued upward 我之前讲过去是特别给大家强调过 虽然我们就是正式考会计处理的时候呢 这无形资产全是原值减去累计摊销 全都是这么做 但是可不是说人家这个准则不允许无形资产做重估价 懂吗 无形资产后续计量也是两个model可选 一个是cost model 一个是revaluation model 所以这个不对啊 它是可以被revalued的 这个不对 第二个 研发性的支出啊 development of a new process which is not expected to increase sales revenue may still be recognized as an intangible asset 叫提选币 这说法是对的 你看啊 他说 我呀 这个一个什么新的什么加工流程啊 他的这个development 即使我预期他不会在未来给我带来销售收入的增加 他也可以 仍然可以被我资本化为一个无形资产 有同学那有的同学郁闷在哪呢 他说 老师这不对呀 你不是说过吗 说这个要资本化的话 他要能给我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所以他现在觉得说 老师你看他说 not expected to什么increase sales revenue 他意思不就是说 未来不会给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吗 同学们 你想想 经济利益的流入就一定是要以增加销售收入的形式来带来吗 当然不一定 他还可以干嘛 节约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就是他不一定体现在增加收入这项面 所以这句话是对的 明白吗 他说 就即使你不能增加我的销售收入 仍然有可能被我确认为一个无形资产 啊 这句话是对的 C 他说 expenditure on prototype 等会儿 prototype这个词 我们讲无形资产的时候 讲过吧 我让大家记得那几个名词 什么这个pilot plant 吃点工厂 prototype 还有那个model 那个词就是那个也是当模具啊 模型啊 什么那个那个东西 我说过这几个东西在我们的准则里边出现的这几个词 都是可以资本化为无形资产的 对不对 这就是模型啊 就是除去就是那种除形模具那种东西啊 of a new engine cannot cannot be classified as an intangible 对不对 不用往后看了 这个我们这个准则特地讲了 你研发过程当中的这种prototype 可以资本化为无形资产 因为他觉得说 这东西相对于你整个的研发项目来讲 它的就价值占很少一部分 它是为你整个无形资产服务的 转坏无形资产 这不对啊 最后一个 imparment laws for cash generating units 这是我们的一个资产组减值 而first首先要减谁呢 减商誉 行了别往后看了 不对 资产组减值要先减什么 减那个specified impaired asset 就是我明确已知减值了的那个东西 对吧 如果有剩下的呢 再减商誉 商誉减呢 减到零 如果还有剩下的呢 按其他资产的这个账面金额 去分摊就完了 你不用再往后看了 他说先减商誉 这个就不对 这题选谁 是b嘛 好吧 来我们再看一道题啊 他说 each of the following each of the following events occurred after the reporting date of 2015年的3月31号 这是期末 这是期末 but before financial statements were authorized for issue 就是他说 想给你这个盖棺定论一下 就我下面这个ABCD 都是发生于气候的 没有问题 这点你不用怀疑 他就问说 which would be treated as non adjusting events 根据第10号的准则 哪个是非调整事项 哪个是非调整事项 这题咱怎么看 这题咱也倒上看吧 倒上看吧 你知道中纪答案是AR 倒上看 他说呢 有一个什么sales of goods 在15年的4月4月份 15年4月份 那就是7号嘛 我期末是3341号嘛 7号的时候呢 我有一笔销售 which had been held in inventory 就是他卖的这个东西呢 是我期末存货里的 这么一笔存货 the sales was made at a price below 期末的证明结果 这是期后 以低于成本价销售存货 调整事项 第二个 倒数第二个 他说 Evidence that 20,000 dollars of goods which were listed as part of the inventory in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在本期期末 had been stolen 我找到了一个证据 证明什么 证明啊 我之前那个期末的时候 资产负债表里的一个价值 两万块钱的这个存货 我发现 我期后发现 坏了 被贼偷了 这不就是当时你没发现吗 你现在发现了 当然是调整事项了 是这意思吗 第二个啊 他说 the settlement of an insurance claim for a loss sustained in 14年的12月份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呀 你看14年12月份 14年12月份是 就我这个 当前那个会计期间里的这一天啊 我呢 这个 在当前的会计期间里头呢 我曾经就是有一个什么损失 然后呢 去招保险公司去claim这个insurance 我去这个申请理赔了 那只不过呢 就是截止到之前 截止到期末的时候 这个理赔的这个最终结果没有下来 现在在期后的时候呢 这笔insurance 这笔赔款就塞透了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例子 大家去看一下 你要记得的话 我们这个基础课阶段 就一样的题啊 这个是什么 就调整事项 对吧 就证明说你在 15年3月31号那天 你是有收到这笔保险的这个权利的 对吧 所以要调增一个什么 借记什么什么receivable receivable to保险公司 然后待机一个收入也好 或者充一个什么费用也好 对吧 做这么一个分路 来 A啊 你调整事项 A 他说a public announcement 15年4月份7号的时候啊 我对外宣布了一个事 什么事呢 formal plan to discontinue an operation 这不就关闭重组吗 这7号的时候 我对外宣布 说告诉大家啊 我要进行一个关闭重组 就是要关掉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operation分布 which had been approved by board 在15年的2月份 这个故事 我们在基础课阶段 也讲过这个例子 就说法稍微变一变 他的意思就是说 看着啊 这是15年的3月31号 我呀 15年2月份的时候 15年2月份的时候 我们报的 就这个欧 那个欧 我们坐在一块开了个会 大家一致同意 说好 我们这个要把这个 什么operation啊 给他discontinue掉 给他处置掉 然后什么时候才正式 对外公布的呢 期后 在这儿 在announced publicly 我问你 这个挺好的啊 就是他考的是 我们期后事项 结合哪个准则呢 结合37号 预期负债准则 我们当时讲 预期负债的时候 这我相当于 再讲一遍啊 前面的基础 我可讲过这个案例 我们讲预期负债的时候 这个restructuring 关闭重组 什么条件下 才够资格 确认一笔预期负债啊 大家想想那几条 什么 有正式的计划 行之成文 公之于众 然后对方 对我有这种 有效的预期 还记得那几条吗 所以你看 相当于说 根据第37号准则 我这笔现实的义务 在什么时候才成立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 反过来讲 反之就是 我这个时候 only bold decision 还记得那句话吗 我都能背下来 only bold decision is not enough for a provision to be provided 这是 我实际上就是 在二月份开会的时候 虽然你报的也是同意了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并不足以构成 这笔现实的义务 不足以具体预计负债 所以这个预计负债 就产生于什么时候 这个预计负债 就产生于其后 这个是非调整事项 选A 好吗 选A 好 我们这节课先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继续 我这节课先到这里 这节课先到这里 这节课先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先到这里 好